嗨大家好我是席哥 今天我們來為大家帶來什麼料理勒 今天我們來為大家帶來一道我最喜歡的菜 也是我自己的私房菜 它叫做蔥燒排骨 這道菜其實非常的簡單 而且也非常的家常 但是我每年的過年我都會煮這道菜 因為最主要是小孩子也喜歡吃 我老婆他們也很喜歡吃 而且味道還真的不錯 大家可以學起來 我們準備的食材有什麼 豬肋骨 請那個豬肉攤的老闆娘 把你切成一段一段小小的 用水去把它汆燙好 要汆燙到沒有血水 我們把它擺在旁邊備用 再來就是玉米 玉米的話通常都是用黃玉米會比較漂亮 因為我最近迷戀上那個北海道 甜度18度的白玉米 所以我就用它 調味料有什麼呢 就是青蔥 青蔥要稍微多一點 因為是蔥燒排骨 所以蔥要多一點 而且要分兩次放 再來就是大蒜 大蒜大概四到五顆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醬油膏 還有一點點的米酒 跟沙茶醬 一點點的白糖 就這麼簡單 那我們就開始囉 我們這次的話蔥要準備多一點 我們都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我們都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因為一份是馬上要下去滷的 另外一份是 好的時候我們再放的 好的時候我們再放的 好 準備兩份喔 再來就是蒜頭 我們準備四顆就好了 我們就開始來準備調味料 一湯匙的醬油膏 大湯匙喔 好 再來就是 換小湯匙 一小湯匙的沙茶醬 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也是一小湯匙的沙糖 一小湯匙就好了 一小湯匙就好了 最後再加入一點米酒 直接攪一攪就好了 我們等一下就一次調料就好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開火 我們就倒油啊 好 今天的油稍微要多一點點 大概這樣就好了 要準備炸蔥油啊 我們把剛剛切好的兩份蔥 其中拿一份出來 我們就慢慢來炸它吧 我們已經炒到這樣子黃黃焦焦的 這樣子就可以了 開始依序放下 排骨 玉米 這個時候開始放下所有的東西喔 醬汁 醬汁也全部放下去 再就是蒜頭 也全部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加點水 水只要蓋過排骨就可以囉 這個湯都已經滾了 那我們就開始轉小火 蓋鍋蓋 煮50分鐘 50分鐘已經到了 我們打開鍋蓋 你會發現這個水已經越來越少了 你會發現這個水已經越來越少了 我們這時候就開始 轉大火 開始收乾這個湯汁 這個時候已經水已經快要越來越少了 我們這時候就要準備加入最後的青蔥 加入最後的青蔥 開始拌炒一下 如果喜歡吃辣的 可以這個時候放點辣椒下去 好 那我們就關火啦 這就是我為大家帶來的蔥燒排骨 這個味道可是超好吃的啊 我回來了 這就是我為大家帶來的蔥燒排骨 這道菜算是家常菜啊 很簡單 也沒有什麼困難 只是說 要注意的是排骨 因為排骨真的要稍微煮一下 我通常都是煮在50分鐘 排骨比較軟爛 我們比較咬得動啊 如果要煮那20分鐘30分鐘 那個其實是會不太好咬啊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請麻煩訂閱分享按讚 按小鈴鐺 隨時接收我們最新的信息 跟大家說聲 拜拜 沒禁錄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